洋蔥屬於保健蔬菜 特別在疫情肆虐之下 我們多吃一些有益的食物 去增強免疫力是非常之重要的 今天我們請教一下何醫師 到底從中醫的角度 洋蔥有甚麼功效呢 在中醫角度來說 洋蔥屬於比較溫性 可以幫助暖皮 亦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所以如果體質比較虛寒的人士 可以多吃洋蔥 另外原來在現代藥理研究顯示 洋蔥含有大蒜素 亦有激皮素 原來這些是天然食品裡的 超強抗菌和抗細菌的成分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 去驅除身體的細菌 或者是病毒 非常之適合增強抵抗力 我聽人說過 打針前吃洋蔥 到底有甚麼功效呢 剛才有說過洋蔥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是當中因為它含有維他命K 可以抗血小板凝結的功能 可以抗血小板凝結的功能 最適合一些準備打針 有三高凝血問題的朋友 不妨在打針前吃多些 到底怎樣吃洋蔥才是最有效呢 對 剛才我們說過 洋蔥含有大蒜素和熟皮素 原來這些成分是需要生食 才可以保留最高的功效 所以建議大家 洋蔥都是快炒 甚至是生食是最適合的 有沒有說吃多少份量 對 中醫就講求中庸之道 所以我們建議 到算它很有益 都不能夠吃太多 建議大家每人每日 只吃半個洋蔥就已經很足夠了 我又有聽過說 吃生蒜片都可以有消炎和抗菌的作用 到底是否真的呢 是 沒錯 因為原來蒜頭 其實它的性味和功效和洋蔥類似 而當中含有的大蒜素 那個份量是更加之多 所以如果是吃生蒜片 又或者有些坊間教大家 流行可以用生蒜片 去抑制喉嚨的病毒或者細菌 都是可以的 不過提醒大家 雖然它可以幫助減少喉嚨痛 但是都不能夠吃太多 因為其實它的性味是比較溫的 所以我們建議每人每日 吃一至兩反的蒜頭已經適合了 另外提醒如果是年紀比較小 或者是老人家 應該從小量開始 因為蒜頭都是比較辛辣 可能怕對它們的刺激過大 記得給它們吃的時候 也要留意它們進食的反應 今天謝謝韓伊 不要客氣